哈囉 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要介紹的車是真正名副起始的小鋼號 這台車是賓士的A45 那這款車的話在剛上市的時候就造成一個市場的轟動 因為它的稀數只有2000cc 可是馬力的話高達360匹 所以它的性能的話是非常非常卓越 那在後來小改款之後的馬力甚至來到了380幾匹吧 所以加上四輪驅動的設定 所以它的整體的動力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這款車其實它本來的避震器就設定的比較偏向性能化 而且底盤的一些設定跟一般的W176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都有一個比較性能的一些設定 那它的輪胎也很特別 這條是經理自己很喜歡的輪胎 這條是PS4S 這個是車主後來應該升級的 原廠的話我也忘記是不是配這條胎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均衡的性能胎 它的前一個前身的話是PSS 這個都是很棒的輪胎 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車主今天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禁忌版本 是禁忌版本 所以前面的彈簧我們配的是8公斤的彈簧 而且加上魚眼上座 那為什麼要配魚眼上座 因為魚眼上座好像在我們的直播影片當中比較少介紹 所以今天會針對魚眼上座的部分 第一個步驟來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要改裝魚眼上座 好 這台車其實前面一樣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其實仰角的結構啊 跟一般的賣花層設定比較相同 它是鎖兩顆螺絲的 可是 在上仰角的地方 就有做了一個橢圓孔 這個橢圓孔大概可以做到 1.5度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藉由這個橢圓孔 就能做Camper的微幅改變 但是如果像類似這樣小鋼炮的車主 有時候下 賽道也好 在1.5度的時候還是不太夠 所以就會藉由上方的Camper角度的改變 來改變它前輪的Camper 那在 這個煞車也是因應 這個馬力比較大 所以也是配一個原廠AMG的一個 加大的 四活塞卡鉗 盤進的話也都加大 跟一般的 W176的話 A180 A200 A250 都不太一樣 這一代的話是叫W176 那最新款的W177 KT的避震器也已經做好了 可是 像是A35 A45之類的 後方據說是用多連桿 這個設定的話 KT就還沒有量測 如果 鏡頭前的 所以我們開的車是新款的W177 那車子是A35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我們會為您開發 然後用一個優惠的價錢 那今天是 2020年的2月26號 也許有影片當中 的介紹時間 可能車主看到已經一兩年後了 但是這個是我們會在最近兩個月之內 強力徵求的車種 就是W177的 A35 如果有車友的話 有興趣要改裝便器 很歡迎跟我們聯繫 今天的 這個 W176 A45的避震器呢 前面的設定比較簡單 177就不一樣了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 跟這個 前方的下結構不太一樣 這176的話 前面有一些離仔串的固定座啦 還有 它的固定線的話 是整個一個線主 扣在 仰角上方 所以設定的話 跟安裝比較簡單 那今天要降下 它本來的車高就比較低喔 本來的車高是大概 比兩指排要略少一點點喔 所以 車高的話 是跟原廠的設定是差不多的喔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上座部分 一般來說 有三種的上座選擇形式 第一個 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它的彈簧會被綁住的喔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比較少出 沿用原廠上座的版本 第二個是 強化上座 強化上座的話 會附一個上座 KT就附一個上座 所以用強化上座之後 它下方的彈簧 就變成是 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選擇性就很多 那再第三個部分 是魚眼上座 魚眼上座的話 它的下方一樣 是配直捲彈簧 所以選擇性也很多 今天的話 是配238公斤 一般路面行駛 可能會有一點 有一點硬喔 但是這個性能測的話 一般都還是會考慮到 在激烈抄價時候的一個 需求性 所以前面的話 經理幫它配置的是 8公斤的彈簧 那前面這個是魚眼上座 它的功能跟強化上座的話 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魚眼上座它少掉了 橡皮的緩衝 所以它的回饋感會比較直接 第二個 它能夠藉由這四顆螺絲的調整 來改變前面camper的角度 所以這個是 如果要比較激烈操控的時候 可以把這四個六角螺絲把它鬆開 往內推 它的前輪camper角度就會比較爬 那前輪的在激烈操控時候的 輪胎接地面積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阻尼的調整就跟原來的方式一樣 阻尼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一樣往順時針的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那這一顆引擎 因為是AMG的一個A45的引擎 所以這個每一個引擎都會有一個Logo 這個是好像是它叫One Engine One Man 就是一顆引擎是由一個計時來手工組裝的 很特別 而且上面好像還有計時的簽名 所以這個是176A45動力最大的版本 那前面的話它的車高調整就比較單純 前面的話是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麥花層的避震器它不只是負責上下的吸附 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上面的話是用魚眼來做一個轉向 對了 KT 的魚眼上座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可是鏡頭拍不到 是在魚眼的下方 在彈簧的上蓋裡面有埋設了一個軸層 那這個軸層的話能夠在轉向的時候 吸附掉轉向的力道 讓魚眼的壽命能夠稍微比較長一點 也比較不會有彈簧在旋轉時候的意義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一個零件 而且這個軸層的話是用日本 NSK 的也都是很棒的 那這個軸層的話只有魚眼上座才會有 如果是強化上座的話 因為強化上座它裡面本來上座就有一個軸層 就不需要做這個軸層座了 所以這個也都是很棒的設計 那車高的調整是靠 桶身這個長短來改變車高 所以這個是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車架底部的話也都是很棒的零件喔 底部的話也都是使用一些鋁合金的配件 所以都為了這些配件的話是讓它的車體啊 重量能夠減輕 那這一個世代的後方的話 後方還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如果到了W177 像是A200啦 A250的話 它就變成是拖一臂的系統 那後方的煞車盤進的話也都有加大 這個盤進 萊靈片的尺寸也都有加大 這個是A45 這台是A45才會有這樣的規格 後方的話也是使用 通風疊囉 那後方的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我們再來壓一下它原廠的阻尼好了 這個阻尼 這是後方的彈簧 所以它的後方的行程啊 它的作動的行程是跑一個轉行程 它的後面的作動行程是還蠻少的 上座的部分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那這一個是後彈簧 後彈往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這個Hiro Key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後面的阻尼 這個是賓士A45後方的一個 它一樣是Sachis代工的 它後方的阻尼的話是還蠻硬的喔 因為它是四輪驅動又加上性能車 來 壓不太下去 所以它的阻尼的話 大概比賓士W205還要來的重 所以它的阻尼是還蠻重的喔 那KT的話它的下壓的話跟這個差不多 可是上拉的話會做的比這個強一點點 這個是A45後方的一個懸吊系統 阻尼筒 後方這裡本來會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那它拆裝的方式的話是在兩側 兩側的話有一個室蓋 把這個室蓋把它打開之後 就可以拆到便利上座的螺絲了 拍得到嗎 在這裡 這裡有上座兩顆螺絲 所以這個是不需要拆內裝的 可是阻尼的話沒有辦法 軟硬的話沒有辦法從上面這裡來做調整 是在上座的下方來做調整 那它有一個隔音彈啦 要車子撐起來 才有辦法碰觸到阻尼調整的部分 這是後方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避震器比較簡單 前面的話 歐系車的上座設計通常 通常都是做一個母孔 再做一個螺絲的鎖附 所以改成KT之後 就會這裡改成一顆螺絲 再附我們專用的一個螺帽 所以設計上比較不一樣 那基本上它的功能都是一樣的 上座的話其實它原廠也有一個軸層 這裡面有一個大軸層 這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OK 那這台車安裝好像差不多 待會就要試車 這一台是很經典的小鋼炮的設定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我們工廠裡面也都有試乘車 然後KT的北區的經銷商 還有中區的經銷商 還有南部的店家 他們都有很不同車種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有需要試乘 這個星期也有好多車友來試乘 有需要試乘的話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小朋友預約聯絡 如果有問題的話也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 掰掰